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产业一 棉 纺织业这三个冷门产业相对比较高调的正是棉纺织业朱元璋登基一史 就像全国般不严厉 大明朝每家自耕农都必须种植棉花 为者就是牢狱之灾 甚至全国撒网派技术人手把手交着农民种 元朝时还是贵族专享的棉花 这下产量突飞猛进 可在朱元璋看来 只有棉花还不够 支撑棉布才是关键 但关键的棉纺技术 当时依然是高难度 于是就在朱元璋高调的棉花种植运动里 一个低调的产业链 也开始悄然打造 名出全国各地广设置染局 每年八点收工棉布 原本只局于松江一地棉房业 这下成了东南各省农家的普遍副业 技术更是突飞猛进 元朝时三四人操纵的亚连脚车 变成了明代单人操纵 生产率提升四倍的大型脚车 高速运转的脚踏仿车和新型螺织机 技术也是代代演技 火热推广全国 涉翻产业革命下 明代的棉布产量 也是黄标突进 明初时明王朝每年征收棉布 不过六十万匹 到朱元璋晚年时就有近百万匹 明代中叶时 棉布 这个元代时的宫廷奢侈品 早已变成中国普通百姓家的日常衣料 以明校中年间内阁大学史秋迅的话说 真是地无南北皆一致 人无贫富皆来之 而在明朝中后期的大航海时代里 大明朝的棉布 更成了明朝外贸出口的火热新产品 不单在北方陆路丝绸之路和护士里 长年与草原部落换马匹 更在龙庆开关后沿海上丝绸之路一路热买 万历年间 明朝每年仅向菲律宾一地 就要卖出七千间棉线和一万斤棉布 远至墨西哥地鲁的市场上 都可见明朝棉布风光招摇 从龙庆开关至明末 几十年如一日为明朝赚钱 比起这批量销售的明朝年布来 同样是明朝中后期的国际市场商 另一个冷门产业 却成就了明朝制造的精品称号 铁器加工业 产业二 铁器加工业明朝开国时 半长年战乱所赐 从打造农具到也练兵器 简直各行业都严重缺铁 急红了眼的朱元璋 干脆全国各地设13处铁研锁 每年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练铁 明朝的铁产量 很快就接近每年万吨 但比解决缺铁意义更大的是 大量先进的野铁技术 也从此在这地开花结果 随着晚年朱元璋彻底放开民间野铁禁令 松了榜的明朝铁器加工业 设下百花齐放 其中最为一军突起的产品 当属广东的佛山铁锅 明初时 朱元璋在广东设阳山铁野所 从此高质量的广铁持遇天下 佛山铁锅更是响亮品牌 广东新语记载 明代的广东佛山 全城铁匠数千人 铁锅行业更以精工系作著称 停着领先世界的红魔柱造法等工艺 精美的佛山铁锅产量暴增 正和下西洋时 佛山铁锅就是明朝使团必带的高档礼品 佳境 年间的明代商圈 更有佛山铁板铁锅无快 可积也的说法 囤佛山铁锅 简直躺着就赚钱 在红红火火的明代海外贸易里 愁海途边估算 佛山当地卖七分银的普通铁锅 卖给日本人就变一两百银 如此霸王价格 却引得各国商人砸钱爆满 动辄单笔数百上千口铁锅的大交易 火热畅销场面 正如广东新语里生动形容 难走澳门 至于红毛 日本 琉球 辽罗谢 吕宋 翻超二阳 疏忽数千里 以中国真理之物相贸易 获大赢 这获大赢的铁锅买卖 就这样从明代中期起 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 令明清两个王朝 相继赚得盆满钵满 不过这热卖的佛山铁锅 主要的销售对象 还是东亚以及南洋地区 明代更远赴重洋 在欧洲大陆以来火热欢迎的 却是明代一个更低调的冷门产业 七气产业 产业三 七气产业比起棉房与烟铁来 七气 生产看似低调 其实却无比重要 中国独创的从铜树种子里提炼铜油 再加入天然生气制成混合涂料的技术 自战国起就领先世界 马王堆汉木出土的各式文物上 那些历经两千年考验的七气涂料 更是惊呆了多少观众 但这险进涂料技术 在明朝以前 却是绝对的奢侈技术 秦汉石基本是贵族专享 一支七气图案的小杯子 价格就相当于十个铜杯 一直到元代时 是昂贵的产业 也只集中在扬州和嘉兴一带 朱元璋登基后 在南京设立了官营的七气产业 朱的登基后再接再厉 在北京也新建了七气工厂 民间的七气作坊 也陆续在大江南北铺开 成熟的全国手工业体系 终于在明代形成 明代的七气技术 也是越发登峰造极 品种有了数十种之多 有百宝茧雕漆 描红各种品牌颜色 现存明代各式七气图案 从寻常家具到建筑 各种精美炫耀力 中国地 一步介绍涂料技术的修饰录 由明代著名七将皇城完成 这个曾经奢侈的产业技术 此时已是空前的规模生产 而其中最为高精尖的同有涂料 是明代中国七气的国际标牌 十六世纪时 西班牙学者们多杂 在替大中华帝国使力 绘身绘色地介绍了神奇的中国涂料 涂有同有的中国船只 使用寿命可以达到欧洲船只的两倍 见识这神奇效果的欧洲各国 十七世纪时 一度纷纷仿制中国船 拥有神奇效果的同有 更使身价暴涨 于是自从1516年 葡萄牙人在明朝做成第一笔同有买卖戏 之后的二三百年间 包括同有在内的中国七气 一直在欧洲大陆卖货 法国意大利等国 也纷纷掀起了山寨中国七气的热潮 直到18世纪中叶时 法国人罗贝尔才建立了独立的欧洲七气产件 但中国特产的同有 则继续在欧洲大地热卖 甚至在两次工业 革命期间 成为西方必须的工业原料 直到20世纪初 美国一种中国同树成功 才算打破中国垄断 这一款明代时热销国际市场的产品 就这样持续火热了近三世纪 仿佛中国古代工艺智慧 在近代史上一抹绚丽的余晖 多少的自豪与反思 尽在其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吖 坡